但是我下面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毕竟你比他大六岁 就你们俩之间一开始 有没有因为这个年纪 会觉得有代沟 有什么不好沟通的吗 我觉得从最开始到现在 那个爱情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问题对吗 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要问一下方力 因为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 比较理性的那个人 他应该会那个顾虑得多一点 这个事情就是我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感触特别不一样的 就我以为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对 但当我见到他爸妈的时候 就是完全没有聊过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是 就他胸里面 但你真正跟他起步谈恋爱的时候 你要把他当作一个就是 大丈夫那样的 还把他当作一个小弟弟 小弟弟 小弟弟 我把他当作一个男人 我把他当作一个男人 然后他也不需要一个姐姐 对 但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吗 就是说在同等年纪的情况下 男生会稍微的就是晚熟一点点 因为你比他大一些 那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因为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才十九岁 因为我不需要一个很成熟的人 我如果想要去找一个 很成熟的男性来包容我 那我可能自己都觉得 我自己不够成熟 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去期盼过 他应该要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对 就特别好 就年龄这个东西本身 我觉得就是 就是他有些东西 确实是你到了一定年龄 比如说你想 想事情会更加的稳重 看东西会更加多 对的 但不代表 你非得要去做 符合你年龄的这件事情 那什么事情才是符合年龄的呢 是的 但是我身边的人 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听过最直接的一句话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说 你现在教他 你把他教成个好男人 后面便宜的是别的女人 后来就没有这个朋友了吧 没有啊 我就回他 我就说 我为什么要去教他 告诉他 除了我之外 还有更好的女人呢 我就告诉他 我就是最好的女人就可以了 哇 很智慧 我觉得年纪带给我们最多的是 经历阅历 还有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变化 从心智上来说 也有很多活到五六十岁了 他照样强身健体 照样做年轻人不敢做的事情 他去挑战极限 学新的东西 对吧 对 而且符合年龄那件事 是谁说的 对不对 太熟的东西永远都意味着 它快坏了 感谢观看